展现热情 像是中国知名的旅美画家曹勇 就特别发表了一个巨型新画作 名字叫做《重返梁家河》 作品一问世就受到各方关注 画面上栩栩如生的习主席 身穿大衣面带笑容 手指着前方仿佛正和村民 一同眺望陕西梁家河的美好风光 一旁的村民们各个表情丰富 笑容洋溢 这幅长4.6米高2.4米的巨幅油画 《重返梁家河》 就是华裔画家曹勇 耗时4个多月的精心创作 老北京他不会像今天 我们用任何光变堂皇的词汇来讲 来叙述什么 但是他传递的那种信感和真情 是我作为一个画家 我感受最深的 当我看起来 它让我看起来是平安 它很平安 它很美丽 你看到村子 你看到每个人都很开心 在这里接受的总统 不只专精中国民生主题的创作 屡屡在国际市场上扬名 曹勇表示 以作品《大爱无疆》为例 就卖出1400万美元 他的作品也深入美国社会 包括专门为纪念911事件 所创作出的《Freedom》一画 也被许多主流社会的收藏家喜爱 分享成功的秘诀 他认为作为艺术创作者 最重要的是遵循内心 去表达对外在事物的感受 咱们现在大家都更多讲的 我是什么派 你是什么派 其实用我来说的话 我看了这个 它是需要一种作茧自负的 巩固一种群体力量 它和一个艺术 对生命的热爱 那只有一个人 那一条路上只能通下一个人 勉励青年艺术家 勇于追随自己的梦想 不要被外界干扰 曹勇表示 因为人生的指南针只存在在自己的心里 就像是这幅充满浓浓香情的新作品 重返梁家河 不论在美国各大主流画廊或军舰上展出 都能打动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上曹勇作品官网 获取更多资讯 东森新闻唐梦维